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这么一块聊天讲故事 前文说咱们讲了这个青海管事亲王 卢伯藏丹金呢 留在了拉萨 做了七人治藏小组的这么一个成员 这换句话说呢 就是七分之一的藏王 不过现在这个藏王和原来呀 人家这个拉藏韩呢 可不能比 拉藏韩呢 管着这个康藏 魏藏 以及啊 这安多地区 可是这会儿呢 这个七人共管小组啊 管理的只是魏藏地区 开始的时候啊 可能啊 还捎在手的 能管上安多 也就是青海 可是呢 自打着查罕丹金回到青海之后啊 这青海那边人家有主心骨了 所以呢 这七人的管理小组啊 也不好再往青海插手了 这会儿啊 这萝卜藏丹金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他那位老贤侄 查罕丹金非要回青海 放弃了拉萨这边的权利呢 因为人家老奸巨华 早就看出退身部来了 这查罕丹金呢 看出来了 哎 在拉萨占不着便宜 回到青海以后啊 是进可攻退可守啊 就凭青海 何珠特诸部王公 哎 这些蒙古王公们 和大清朝对抗啊 没这个实力 那没这个实力 就只好听皇上安排 这皇上要说啊 再选一位王爷 哎 这管理藏区事务 那么我 作为一位最有威望的蒙古王公啊 我有这个实力 那皇上要说 哎 从此以后 这就不再设韩王了 那么我早回青海 青海这边的权利 我也把它攥到牢牢的 等你这个卢不藏丹金 再回来呀 我给你来一个 真插不进来 水泼不进去 那么说 这卢不藏丹金这会儿 他也明白过味儿来了 他这个气呀 就别提了 我跟你说啊 这小人物 要是憋了一口气呀 就离打架不远了 这大人物 要憋了一口气呀 哎 那就离打仗不远咯 所以这精彩的故事啊 他这就来了 其实这帮子 和舒特 青海蒙古王公啊 这个亲王 罗伯藏丹金也罢 这郡王 查汉丹金也罢 他们不知道 这大清朝本来呀 在制定方略方针的时候 就是玩你们来的 本来呢 就是想让你们出兵 出人出力 最后啊 也没想给你多少实惠 第一步呢 强大的统战工作 先把安多地区 也就是青海呀 画进了大清的版图 然后借着这个 驱准宝藏这个机会呢 月中旗呀 又拿下了康藏 这礼塘巴塘地区呀 自古就属于 荷硕特韩国 哎 这个荷硕特韩国 青海的朱王公 每年都能吃到 礼塘巴塘地区呀 税以赴的红利 那这下完了 哎 这回呀 税呀都归大清朝了 一分也倒不了你们手里了 并且自顾史函以来 世代注目的安多地区 青海附近呢 倒是还归这个 荷硕特韩国 原来呀 这个两亿王公管理 不过您现在 可不是荷硕特韩国的王爷了 因为啊 这荷硕特韩国呀 亡了国了 这儿归大清朝管 虽然在这儿 您说话算数 您这王爷 是大清朝册封的 从实力上来讲呢 你要是敢跟大清朝 别别扭啊 那大清朝灭你 分尊终的事 所以说呢 这一盘旗 不管你何说的 韩国这群人 怎么下呢 注定啊 就是一个败局 其实啊 1721年 那年是 康熙圣主60年 2月23日的时候 这亲命 服远大将军 印提就给朝廷 给自个儿的爹 一封奏报 这封奏报啊 是他转述的 他转成的是 平立将军 延信的奏报 这平立将军呢 跟这个皇上说 青海 和射特部 两亿诸王宫啊 各有各的优势 各有各的劣势 可是 各自在政治上 都心怀鬼胎 谁也不适合 在座 藏区的韩王 他和这个 大将军王 印提啊 这两个人呢 都共同推荐一个人 谁呀 阿拉扇地区的 管事贝勒 名字叫做 阿宝 是这个 大清朝的 俄父 那后来的事呢 咱们也知道 这大将军王啊 颠不颠的 拿着这封奏报啊 回到北京城 就承给了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 看完以后呢 跟这个大军君王说呀 那你容我详详吧 这样吧 你接着回青海吧 咱们在这呢 这段戏 咱们不展开的聊 实际上呢 咱们操操几句话带过呀 在历史上 这个环节 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值得大家文味的 搁现代的话说呀 这可吃的瓜比较大 那有人就说了 如果这康熙皇帝 有意思 让老十四啊 接替自己 继续执掌朝政 做下一任的新皇 就不应该 让老十四再一次的回青海 因为这会儿老皇上身子骨啊 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旦呢 有个突发疾病 驾崩了 那么储君远在千里之外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呢 就会有可乘之机 您就比如说吧 这正大光明 扁后头啊 藏着那个 立储的诏书 就会有人呢 把这个传位 十四皇子 改成传位于四皇子 当然了 这民间传说 这个环节 您要信呢 您就信 不信就不信 这个不是咱们今天这段书 要交代的主要内容 所以 综上所述啊 很多人说的 这个康熙皇帝 还是没想把这个皇位 传于老十四 要不接也不知为 在自己的晚年 让他树职之后 还回青海 可是咱们这部书啊 既然咱不讲九子多敌 咱就不忘那头巴掌 咱们得按战争讲 咱们从今天这个故事角度啊 说一下这老十四 为什么又被派回到青海 我敢肯定 当时啊 老十四再回青海 那是康熙皇帝愿意 这十四爷大将军王 也认可 也愿意的 您不知道 在屈尊宝藏之后啊 这藏区人民 对这位大将军王的 仰慕景仰之心呢 有多么的高 您现在要去拉萨呀 在布丹拉宫的方城南门外 您会看见一个碑亭 这个碑亭里边啊 有两桶大碑 当然了 这个九零年以前 您来这俩碑不在这 在哪呢 在这个龙王堂公园 那是一九六零年的时候啊 迁到这个龙王堂公园的 九零年以后啊 又迁回到原址 也就说这两桶碑在这啊 才是原址 一块碑呢 是乾隆年历的 叫玉制十全纪 另一桶碑啊 就有意思了 那说法众多 您看很多呀 这个介绍这桶碑的历史材料啊 写的就模模糊糊 都不是人话 让人呢 都不好琢磨 他们通常啊 都是这么记载 康熙六十年 1721年呢 康熙皇帝亲自撰文 用满汉蒙古藏文四体 撰写了这桶碑的碑文 这桶碑的名字呀 叫做这个清派兵平定入侵西藏蒙古 准干尔部的功德碑 可是他紧接着就又写了 是雍正二年 1724年那颗学士厄奔等人呢 立于布达拉宫门前 所以我才说呀 这些介绍他都混了蛋了 你到底是1721年历的呀 还是1724年历的 实际上这块碑啊 有他两次的前世今生 1721年 康熙60年 这块碑出历的时候 那碑文上边啊 全是夸大将军王印提的功绩的 以及啊 这个猛葬当地的人民 对大将军王的景仰之强 这康熙皇帝呢 家崩了 雍正皇帝登基 这雍正皇帝一所没啊 这碑文这么写可不行 这碑呀 十度的东西能够流芳千载 流芳百世 那这上边给自己的十四帝 歌功颂德 自己的政治对手 那他能乐意吗 于是啊 他就让这个大学士 内阁大学士 厄奔等人呢 把碑文换了 把内桶碑砸碎了 有人说这残碑呢 被运到后葬掩埋 也有人说呀 不是这个残碑呢 被沉入了 雅鲁藏木江的江底 反正怎么说都有 实际上 您现在看的这桶碑 它已然不是 康熙60年历的内桶了 那您现在看的碑文呢 上边提的是什么呢 主要提的就是大清朝 主要提的就是圣主 康熙皇帝对这个大将军王 印提啊 就没再多写 所以说呢 咱们这个讲故事啊 咱们不光是讲历史 咱们也得聊故事 这就是这桶碑的一段小故事 那咱们聊这些 就是为了要突出 这大将军王印提和这康熙皇帝 都是想要印提啊 树职以后立刻就回到青海 这里边啊 它原因呢 有二 其一呢 这康熙皇帝没想到 转过年来 自己就得了疾病 夸插一下 喵息了 不对 应该叫甲崩 那这印提呢 当然更没想到 这印提之所以想再回青海 他是想再次立功 因为他想趁着这个热乎劲啊 直接就攻入伊犁 把这个墨西蒙古的大片土地 就直接化进大清版图了 纵观史料啊 无论是将军也好 帝王也罢 那大胜仗呢 当然是大功一见 可是你别忘了 作为军人 作为将军 作为帝王 大胜仗是你应该责分的 那什么才能写尽史书 重重的天上一笔呢 开疆拓土啊 对喽 这康熙皇帝是这么想的 这大将军王印提 他更这么想 那么说呢 咱们假设一下 康熙皇帝再活十年 不用 再活五年的话 大将军王印提 真的能领兵就拿下了 墨西蒙古这片土地 灭了准干尔韩国 那我觉得啊 最后的皇位肯定是印提的 可是呢 这是理想状态 要是让我翻析啊 这个康熙皇帝 如果再活五年的话 允许大将军王印提 打了这场仗 那我觉得十岁印提啊 可能就没有机会继承皇位了 搞不好 这又死在前提 因为您别看他也能打赢了 屈尊宝藏之仗 真的要是攻入准干尔韩国呀 时机不够成熟 在康熙晚年就打这场仗啊 九成九的几率是大不赢的 您想啊 后来乾隆皇帝天时地利人和了 最后还打了那么久 才清贫准干尔 清贫大小合作 才拿下整个新疆 所以说呢 这印提这会儿要打伊犁啊 时机不够成熟 当然了 历史不容假设 转过哪来 他老子死了 康熙皇帝驾崩 也没容他机会啊 再打伊犁 这雍正皇帝 就把他召回了北京 最后这寻君王啊 哎 这东陵守陵去了 咱们这故事画圈还得画回来 还得画到啊 罗不当针金的头上 这罗不当针金呢 在拉萨呀 也收到消息了 哎 他知道老王厌价新王登基 他觉得呀 是个机会 哎 这新王登基以后啊 雍正皇帝保不齐 就要解决这魏藏地区的问题了 就要立魏藏地区的寒王了 哎 他想的不错 这雍正皇帝登基一时 考虑的还真是 现在西藏的这个状况 可是谁也没想到啊 这雍正皇帝 这脑子里边的先进思想太多 他主张的是什么呀 主张的藏人制造 以后啊 这藏区的事啊 和你们蒙古王公啊 就别再有瓜葛了 取消了七人的领导小租 那这个小组呢 三方势力组成的 咱们都说过了 首先说就是大清朝 其次呢 这蒙古的和收特部王公 再有呢 就是人家这个西藏地方的贵族 成立了之后 谁也没想到 并没选出一位韩王来主事 又选出了一个 以藏人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租 雍正皇帝一声令下啊 把原来的这个第八制 就改成了嘎伦制 这嘎伦呢 一共三人 而且这皇上说的清楚 这三人嘎伦呢 不分主次 哎 这是有事商量着来 不但呢 给这三位嘎伦呢 留下了三千精兵 并且呢 还望西藏啊 派驻了驻葬大臣 内阁大学是僧格 还有这个副东统 马拉 从此以后啊 这驻葬大臣呢 就可比康熙四十八年以后 留下的驻葬大臣呢 这个制度要完善多了 这儿呢 在西藏拉萨 就专门设立了驻葬大臣衙门 哎 这历史意义有多么重大 今天咱们不讨论 咱们就说呀 这件事情啊 给这个卢伯藏丹精 青海这位管事 亲王造成的打击 是非常大的 哎 几乎是心灰意冷 那现在呢 这七人联系会议 已经结束了 没资格什么事了 于是啊 他心灰意冷之后 给朝廷就写了一封信 跟朝廷说呀 如果我呀 太想念自己的母亲了 我要回青海 看望自己的母亲 雍正皇帝呢 哎 不疼不痒的呢 也就批准了 回到青海之后啊 这卢伯藏丹精 自然还是生了一度的气 因为原来呀 属于自己的草场 这一看呢 被自己的老贤侄啊 茶罕丹精 占的也不少 并且呢 茶罕丹精 在这已经又经营了几年了 自己在说话呀 哎 也不怎么管事了 再吵自己这位老贤侄 茶罕丹精呢 朱伯杰钓烧啊 得吃得喝 他这会儿倒是啊 和这个大清朝廷一个心 把自己呀 哎 亮旁边了 那么说这时局发展 对这个年轻的亲王 罗伯藏丹精的打击 结束了吗 没有 这最后的一锤子呀 还没来呢 雍正二年的2月5日 雍正皇帝 新皇登基的第二年 发下的预旨 这预旨的内容啊 是封上这些 在屈准宝藏当中啊 做出突出贡献的 蒙古王宫的 这个呀 被封为了贝勒 那个被封为了贝子 又听话 又有眼力见 又不闹事的 查喊丹精呢 一下呢 就被册封为了亲王 听到最后来了 什么来了 关于如何奖励 罗伯藏丹精的旨意 来了 要不然说呀 这雍正皇帝 是真有出手的 真拉得下来 旨意的前面 他先说呀 说这罗伯藏丹精 在这次战役当中 那功劳大了 真功我怎么封赏你呀 都不为过 怎奈何呀 您以这个 绝制亲王 不能再高了 对呀 您都亲王了 我还封你什么呀 封你个二皇上 那那不可能 得了 真功我看 你也不缺盲 干脆呀 咱们就这么着吧 二百领为银 五匹筹断 是随旨送到 那这是封赏吗 这是奖励吗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骂街 罗伯藏丹精 总以为这嘎伦制啊 哎 也是 这朝廷临时的 这么一个决定 最后还是会选出亲王 可是呢 这雍正皇帝 又一道御旨 三嘎伦呢 改了五嘎伦了 更巩固了 这个执政方式 他还想呢 如果这清朝啊 要是册封阿宝 为藏区韩王的话 他就还有希望 那什么希望呢 你一个 阿拉扇地区的管事王爷 跑到魏藏 哎 跑到我们地盘来 做头人呢 那我想办法 弄死你 到时候 韩王的位子 还是我的 可是呢 人大清朝啊 把阿宝啊 宣回北京 另有封赏 紧接着呢 这铸葬大臣 也派往了西藏 哎 进铸到这铸葬 半师大臣府衙 没怕了 彻底 没怕了 雍正啊 雍正啊 不但没有希望啊 你还羞辱我 干脆 一不做 二不休 搬不倒 葫芦 撒不了油 我呀 反你娘的不 哎 说反就反 这萝卜葬丹金呢 还就真反了 这才有的 亲命福衍大将军 年庚苗 入青海平派 这月中旗 以少胜多 一口气就烧死的喇嘛 六千整